《愛奇異娛樂》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張一新 那個選擇 我的天啊 好 可以了 我來告訴你們問題在哪裡 好多人說我在說專業這一塊 好像說我變了一個人 A等級的有 沒有人 你們如果覺得我嚴厲的話 我說我真沒有嚴厲 如果要給我 真的要嚴厲來說的話 沒有幾個A 沒有幾個A 全民製作人 你們好 我是全民製作人代表 張一新 在這裡 有一百位努力的練習生 想被你們看到 越努力 越幸運 我對所有的事情 我都真的很認真 所以他們一開始找我的時候 我真的 我一個人是這樣的 我說哥 我說不好意思 我說我真的 我是真的怕時間抽不出來 我說因為剛剛不是馬上要開機了嗎 要拍一個戲嗎 我說真的怕時間 我說因為做這個事情非常需要時間 需要精力 要去跟每個練習生也去聊 要告訴他們 因為很多練習生他可能就不知道 對 所以我真的怕做不好 其實一開始我 我只是想看一下大家怎麼樣 看了第五組的時候 就有點急了 我說你們要沒準備好 就別表演個人技了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 其實對於個人技這一塊 我是要求比較高的嘛 你如果真的出來 你說你想秀你的Rap也好 Vocal也好 還是你的Dance也好 因為我都懂嘛 所以我知道這個 就是大家沒準備好 最好是就別 就是因為在一個組合 在表演的時候 可能你還看不出什麼很大問題 可能覺得大家都中規中矩 或者是在這個上下浮動 但只有你一看個人的時候 問題就棒就直接給你了嘛 所以後來我跟他們說 我說你們是希望 一次就把這個水全倒了 還是希望細水長流 讓別人慢慢的去了解呢 OK 好了 你在做那個滾動的動作的時候 你不能完全用力 你用力的話怎麼滾得起來呢 因為他們 我也自己也參見過選秀嘛 我知道每一個選秀 孩子的心裡 有的人抱著試一試 有的人覺得 這是我的一個目標 我想去完成的完善它 完成它 有的孩子可能心裡壓力 心裡壓力很大 有的孩子可能心裡 他承受能力也不那麼好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去怎麼評價 哇 那個選擇我的天啊 就是有時候你看到 ABCDF的時候 就打五個等級給你 那時候六個人 一共就六個人 你問你自己打什麼 我天秤座 這裡有天秤座有沒有 打哪個呢 首先很棒 但是 Balance的問題 你到達才是專業的 真的很嚴格 很嚴格 好嚴格 好多人說 我在說專業這一塊 音樂啊 跳舞啊唱歌啊 Rap啊 這些這種專業方面的東西的時候 包括什麼舞台表現力的時候 可能說我變了一個人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自己確實不知道 你們如果覺得我嚴厲的話 我說我真沒有嚴厲 這跟導演組都說得非常清楚 我真的沒有嚴厲 如果要給我真的要嚴厲來說的話 那沒有幾個A 我不知道後面的學員們在呼喊什麼叫什麼 我來告訴你們問題在哪裡 Balance不對 等一下 Balance還可以再找找 Balance上還是存在很大的問題 Balance其實就是平衡 平衡但是我們說的是 說的更多叫協調性 協調度 一個動作好不好看 它取決的是這個動作的協調性 協調度 每一個角度它都是有講究的 這個Balance對於每個人都不一樣 有人有這樣的Balance 有這樣的Balance 那樣的Balance 要每個人去找 屬於他自己最適合的Balance 而這個Balance它需要長時間的磨練 打磨 而不斷地練習才會有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 比方說Rap的那些選手 因為他們很容易急 包括像Freestyle在現場秀的時候 它是沒有節奏的 所有的Flow Rhythm 和他們的Punch Line 是他們自己控制的 什麼時候給我們Punch Line 什麼時候給他的Flow 讓我們帶進去 但是因為他每個人太急 你知道嗎 因為他知道這個表演機會又可貴 又想表現好 最後就把所有其實他有的一些東西 因為緊張 就全部把它給蓋住了 這還蠻可惜的 你已經把這個歌的風格 concept已經放在這了 所以讓我知道 這就是一個非常性感的歌曲 你自己也寫了詞 也做了Top Line 你的做了曲 Melody 你的旋律 我覺得是算一個比較完整的表演 謝謝老師 這其實不是自信了 這就是 因為這都是很基本的 我了解的東西 也就是因為很基本的東西 很基礎的東西 也不能說以後幫他們來做的怎麼大 怎麼厲害 這些因為我只是想成為一面鏡子 就是告訴你說 其實大概你可以是這樣的 你可以從這邊以後 你可以看到自己真實的自己 在別人眼中的自己 然後如果他們能夠通過這面鏡子 能夠更加努力的去練習 然後去找到自己的不足去發展 那我覺得我們還是蠻有意義的這個 這個位置 不夠好 基本功不夠紮實 明明可以用這四年時間 可以讓自己變得更好的 可能對你其實還是抱有一點期待的 對 我覺得這要說一下我們的導師團隊 我們導師團隊每一個人都非常的認真 對於每一個選手 每一個練習生來說 他們都是給最好的意見 他們其實我們肯定 那天大家都很累 時間也非常長 但是沒有一個老師說 哎 我有點累了 我想休息一下之類的 沒有 每一個老師都在用他們最專業的領 對於專業領域的判斷 對專業領域的知識 去幫助每一個練習生 我覺得我看了非常非常感動 所以我說要是我也有這樣的 一直為一心為他們著想的這樣的導師 一直這麼陪著我 幾個月的話 我很開心 因為JJ哥那個時候只是飛行嘉賓嘛 JJ哥飛過來的時候 他跟我說一句話 他說你給自己一些時間 給自己四年時間自己去沈澱一下 可能會比現在更好 我就真的說完以後 我就去到海外 就給了自己一些時間 正好就是四年多的出得到 所以還滿新奇的 我練習生的時候 那個時候因為跳舞不進展 然後想要趕快跳得比 跳舞跳得最好的人還要好 身綁沙袋跳舞 綁之善 你那個那樣綁了大概有一年半兩年 將近兩年的時間 綁著沙袋去跳舞 就比別人可以多練三個小時就可以 感覺就可以比別人多練兩天還要好一點 哭過很正常 對好像是在練舞的時候 練舞的時候那個時候 跟老媽打電話的時候說 也是有一些情感 但是在這一塊我倒是想說 哭不解決問題 我更加希望的是 把這些酷的這些力量 去化作練習的動力 去把自己的舞台表演好 你下來 我雖然會去安慰他們 但是其實我內心想說 為什麼不珍惜呢 你就只有這一次的機會 可惜啊 優質練習生我覺得首先是 做一個好人吧 第一點做一個好人 第二點 Just do it 就是去做 不管什麼你有什麼想法的 但是一定要去做 你不能只能想 第三點我可能覺得是 Enjoy 享受 享受所有你努力 你自己的奮鬥 帶來的所有的結果 結果 愛奇藝 越想品質 對 對 感谢观看